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就在托尔斯泰的幕前 他就穿着就这身衣服 低头在那平调 但他原来并不喜欢这张照片 不是 我不愿意上封面 不愿意上封面 但他们说你这个文章标题是 亚斯纳亚柏里安娜 就是托尔斯泰的故乡 然后你去就真的到了幕前 你得放在封面上 后来我想孩子人还小的 我就算了 已经把你缩小了 但是我翻开内文一看 我就发现他这个精神世界 还是浸淫在托尔斯泰的这个世界里 对俄罗斯这种 我说句不好听的 一淫俄罗斯还是此情仍在 我的天 对 我以为不在了 结果去以后还在 没错 你说的那个叫特列 什么恰克夫 特列恰克夫美术馆 我也去过 我也去过 当时上次去莫斯科 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 俄罗斯人好像人人都可以是出租车司机 你知道吗 而且他这个民族性格 我们坐上一辆车 说去红场 后来中途我们改了主意 说要去特列恰克夫美术馆 然后那司机说不行 说好去红场就去红场 非法文 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 这次你去俄罗斯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是还去了什么女诗人的家里 阿玛托瓦呀 这个回头再说 文学之旅 我想知道红和文道你 你对比方说 你有没有他那个感觉 没有 就我们这伙人50年代生的苏俄情节 我真的没有 你不会觉得惊讶 我都没有一个小尾巴 是吧 我能 我从知识上 理性上 能够理解你们的俄罗斯情节 但感性上我是非常缺乏的 因为虽然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在台湾香港也会读一些俄罗斯文学 但是俄罗斯跟我跟台湾香港关系太远了 就是香港台湾还是对我们来讲的 可以跟你们的俄罗斯类比的 大概是美国跟英国 就比如说对你们来讲 如果有托尔斯泰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的这种少年读他的作品 影响我们的文学观世界观的说不定是海铭威 是福克纳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想他这个福尔斯泰一辈子能读七遍的人 没有七遍 其实这回是第五遍 你把你这两遍给添上去 是应该说我在我的同代人当中苏俄情节算洗掉比较早的 你想想我我过去三十多年 我哪个国家都想去 我就没有想到去苏联 没有想到去苏联 因为他现在还叫苏联 我们也叫前苏联 这里牵涉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在绘画上是比较早摆脱苏联影响的 就是所谓西藏主化的要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摆脱苏联影响 其实就是太不像他们 然后返回欧洲影响 所以我实际上跟青少年时代 从那套话开始告别了 告别以后 然后我又去了美国 一下子打开眼界 所以当我想到苏俄的时候 已经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上去想 所以我没有怎么想去 我也不是很关心新俄现在发生的事情 但这回国家地理叫我去我就去了 因为这是迟早要做的事情好像 结果一去我才发现 就这个情节都在 好家伙 都在 但是我要找个点 所以我就拿了托尔斯泰这个 因为目前我们能知道的这个 这个关于俄罗斯的消息 其实都是关于时事政治 社会民族情况 我不是特别感兴趣这个 这个打开电视就能看到 可是我感兴趣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到底是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误解 俄罗斯就是西方 就外国 长大就明白这俄罗斯是俄罗斯 西方是西方 欧洲是欧洲两回事情 此外呢就是 苏俄跟中国什么关系 我们其实小时候也是被催眠的一代 我们并不知道 那时候感觉老大哥 中苏关系到底是怎么关系 你看斯大林53年死的 我53年生的 所以我很自然的变成是 这理所当然中苏是就这个关系 那后来明白不是 那这是两重难 但最难最难的就是你刚才说到的 就是上一代人在中苏关系 和今天的这一代一两三代人可以说 跟中苏的关系之间已经无法沟通了 已经 我有一些读者都挺年轻的 可是他们告诉我 就看我这篇稿子的时候 他们会 我尤其引到托尔斯泰段落的时候 他们就缺乏知识背景 我从来不会用我的好物 去跟年轻人讲 你要去读托尔斯泰 你要去读鲁迅 我从来不讲这句话的 可是呢 他们又挺喜欢读我的文章 那这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感慨的就是仅仅半个世纪 就是中苏要好成这个样子 现在又隔膜成这个样子 而这个隔膜就在我跟现在的年轻人之间 物是人非 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你就咱先别说托尔斯泰 我跟你讲讲具体的 女诗人阿哈马托 这个名字 她一说我听说过 但是又完全一无所知 你应该会读过她的诗 给我们讲讲 所以我下篇呢 写到就是我去了普希金家 王公贵族 我去了多斯多耶夫斯基家 我很害怕多斯多耶夫斯基 我没有冲度过她 我在下篇里写到了 就是他让你很难堪 但是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个 他会触动每个人性经验里面 最难堪 最不愿意去想的那部分 他跟卡拉玛作夫兄弟 最愈发 就是你会很煎熬 其实那是疏离的事 就变得你也很煎熬 但是到他家去一看 是一个很殷实的一个中产阶级 完全不像死刑犯 流放犯 也不像喜欢赌博的人 就是很亲爱的一个家庭 你说的这个家 就是已经是一个博物馆的那样的 故居的一个环境 可是他跟奥地利我去过的音乐家 故居比 我觉得就是俄国人是个很一五一十的民族 就他把所有故居布置的 好像这家人还在过日子 还在这儿生活 餐桌上所有餐具都放着 然后书架 然后一用什么柜子什么都跟原来那样 尽量保持原样 当然我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 这个托尔斯泰庄园 还到了莫斯科托尔斯泰古居 都去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是十九世纪的人 所以我跟他们是隔的 我就在那看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此行最感动的是阿玛陀瓦家 他的家在这个叫喷泉屋 喷泉街 这很著名的一个桥 桥旁边 我知道这个家 是因为从以赛亚柏林传知道的 以赛亚柏林在1945年 以英国使馆的身份 是第一个西方人进入冷战时期的苏俄 而他最难忘的是 两个通宵跟阿玛陀瓦 在他那个 我去到的那个房间里面 通宵谈 谈谈种种事情 所以我就很好奇我要去 虽然我完全不了解阿玛陀瓦 我也没怎么念过他的诗 而且我不太相信翻译的诗 所以就去了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 这是马上打动我的一个骨鸡 就这让我想起所有文革时期 高级知识分子 富贤 被监管 北京上海都有这样的家 挺好的房子 稀释的家具 但是很忧郁 同时又很矜持 很风雅 你能闻到气氛 对就这个这个这个屋里的人 我想不出托尔斯泰坐的这个沙发上的感觉 我但我立刻想到就是阿玛陀瓦在这房间里走动 为什么我见过这样的人 我想我们小时候的长辈就那些靠边的六七十岁的 或者五十岁 比方富雷要是不自杀 他也呆在那样的房间里面 就满脑子西方的记忆 但是已经中断了 然后后半生就在这个一个一个阴暗的屋子里面 就是很绝望的就死去 他没有看到我们这儿的所谓改革开放 也没有看到解体 而阿哈玛陀瓦是1966年死的 1966年我已经13岁了 所以我是可以跟他衔接的 同时我可以分享他的经验 我无法分享Dostoyevs和普希金的经验 我读他们的书 但是我无法在他们的家里 我无法分享 可是在阿玛陀瓦家里可以 气息相通 气息相通 所以他的感受 因为有他这个背景 有他这个记忆 格外的不一样 而且还要有一种时代的接近性 例如说现在这种名人故居变成博物馆 其实也相当多 就我们也去过不少 中国现在也有 但是问题是说你不一定每个地方 你都能够兴起这种直接的感觉 就你顶多知道 这真是很沧桑啊 这是谁怎么样 但是我到鲁迅故居 我都不能跟他分享 他是个民国人 可是我想哪天 比方说我到巴金故居 奥顿故居 也许就或者叮铃故居 我觉得我有一种经验 跟这个空间是可以分享的 就我知道他们遭遇什么事情 而他遭遇的时候 他住在这间房间里面 这就是我在阿玛陀瓦家里 看他的情况 当然现在啊 在北京很多人的故居 这空间都已经拆了 都没有这空间了 枪枪散任性广告之后见 你说俄罗斯啊 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你像过去 我说我赶上一个 我们受那个苏俄影响 一个小尾巴 比如说我从他们那个油画 失礼 我感到的就是那种苦难 忧郁啊 这个阴云密布的天空和荒野 但是呢 你又觉得这个民族很暴烈 甚至是很粗 对吧 绑架人质 光光光光进去打 他又是动不动 就是又上断头台 就这一类的 但是呢 听你这么说 他又那么的文化 就感觉在文化方面很有文化 跟欧洲又不是同一种东西 很不一样 它是个什么味道呢 我觉得很奇怪 比如说我去俄罗斯啊 跟东欧其他地方 感觉非常不同 你传统上 就我小时候的理解呢 就叫做前东方阵营嘛 华沙公约国家嘛 就那些国家 大概都搞得差不多 都怎么样 可是你去波兰 去捷克 匈牙利这些地方 城市的景观 空气里的味道 跟俄罗斯截然不同 就俄罗斯真的是比他们粗犷 他们多一分 就你真的觉得 他比较不像欧洲 但是呢 那个粗犷 我甚至也还不能叫粗犷 对 他是 应该叫 他有一种什么 我又觉得他内心呢 有一种类似于精神病 这样的 我这个词不准确啊 他这个 很准确 就是你 我在你面前谈话 有得斑斑弄斧了 就好像说那个 伊凡杀子 我当时看这个话 我就感觉到 就是他那个就是 他那个错乱了 把他儿子就能够捅死了 那个伊凡雷蒂吧 你说我就看那个眼神 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 这个民族 他经常 我做了什么 就他不知道 他自己这个冲动 你之下做了什么 就是那么样的 你的直觉非常对 我到现在还没有写完 这篇邮寄 虽然下篇已经发表了 但是多少 你得有个总结 你去了这么一趟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说 俄罗斯到底怎样一个国家 我自以为那么了解 应该说 所谓西方 整个西方 大范围的西方 我最了解的 其实就是苏俄 但是等我去过以后 我发现我没 说不出来 他是怎样一个国家 第一就是你讲的 其实很土 俄罗斯非常土 这种土有点 甚至在乡村部分 这个有点接近中国 对对对 最最最最最落后 最土的 你感觉像到了过去的中国 其实还是土的 再加上东正教啊 什么这些 他是对西方来说 他完全是个异国文化 但问题是 你拿中国再去跟俄国比 别跟欧洲比 就跟俄国比 那他又非常痒 比得宝 比得黄金时代的 所有这些文学家 艺术家 那中国根本还没有 没有这么一层人 根本 中国没有 德斯特耶夫斯基 没有苏利科夫 没有列宾 我们学苏联 学了一场 没有学到什么 除了学了一个体制 然后学了一个美术 一个素描考试系统 我们没有 没有学来 我们几十年 这个苏联油画 我们没什么成就吗 我跟你说 没达到他们那个 差太远了 根本不能比 苏维埃的绘画 完全没有继承俄罗斯绘画 而中国学苏维埃 根本没有学到 学了一张皮 然后这张皮 现在负面作用 还大于 它的好处 所以这里面 难说的就是 我怎样看苏俄 而在看的当中 其实是我怎样看 中国和苏俄的关系 所以我到现在玩不了 这一片东西 非常困难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其实不该要好的 不该 如果不是为了强国 不是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两个国家文明差异 太大了 咱们是周勤唐宋 一路过来的 俄罗斯到十二三世纪 还是蛮荒之国 最后他选择了一个东正教 可是东正教 又土了好多年 一直到十七世纪末 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这样子 才开始玩彼得堡 玩通向西方的窗口 然后集中出现的 完全西化的那一代文人 艺术家 全部是十九世纪 就一共就一百来年 所以他们到了十九世纪 才进入他们的唐宋 所以这两个国家 怎么会好 我们是多么精明的 世故的 苟且的 技巧的 这么一个民族 聪明成精了已经 可是他们就像你讲的 我做了什么 扒一拳都下去 对 雪出来了 猛的一踏 没错 坦克就开到红厂上去了 我想起来就是 很鲁的 很鲁的 没错 我看一个波兰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作家 叫卡普金斯基 他写了一本书很好 叫帝国 他是波兰人 他是从小就 就是纳粹时期出生 长大 然后跟着红军过来了 那么在他心目中 他作为波兰人 他心目中 苏联就是个帝国 侵入他们了 那么他就写了 他后来对整个帝国的回忆 他就坐西伯利亚铁路 他写一段话很妙 他说对他们欧洲人来讲 俄罗斯从来就是一个 产出暴军的一个国度 就一想起这个东方 就是野蛮暴军的印象 然后每个人都被暴军奴役 怎么样 那种农奴啊 如何的 那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坐一趟西伯利亚铁路 他就懂了 他就发现这个地方 太让人绝望 就是太大 而且每个地方一模一样 永远重复 他冬天又漫长 冬天又漫长 就是一个活在这样的土地上的人 你会有种感觉 就觉得国王 或者任何一种政治制度 都跟大自然一样 是你只能接受不能抗拒 他就说得很好 他说欧洲人不会这样 就是说欧洲人的世界是变化很多的 你觉得这个变化是可以接受的 但俄罗斯的人 你只能接受命运 史达林是你的命运 沙皇是你的命运 就像冬天是你的命运 旷野是你的命运 咱们中国人就讲 虚择变 变则通 通则酒 跟中国就不一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旷野的命运 冬天的命运 白昼的命运 白夜 白夜 对白夜的命运 我真的领教 就是到下午晚上十点多钟 还跟黄昏一样 非常明亮 我上次去莫斯科 我还是没法睡觉了 十一二点 天还亮着 可是到冬天下午三四点就黑了 你只要到第二天将近十点 就天才亮 所以他是很苦恼 他每年的死于最久的年轻人 据说有四万到八万 他就醉倒了就雪地上 就冻死了 没错 这前几年 他那个总统 俄罗斯的总统就发出说 民就是国家灾难 就说这个我们再喝这个沃德嘎 我们喝俄罗斯人要再这么喝酒喝下去 他就认为是民族灾难 哎呦 我在莫斯科真是见到大街上就那么躺着 就是喝了酒的人 所以你觉得 我觉得他们好多这个人呢 像是油画里的人物 真正表情那个沉郁的 真的大胡子 就是半天沉默不语 喝酒 就给人那么一种感觉 你们说他们是外向的呢 还是内向的呢 很内向也但会爆发 但是总的感觉就是我到了这个国家 觉得他是会出那样的文学 漫长而厚重 然后有没有婆婆妈妈 要不就是非常爆裂 但十九世纪那几代人活得是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你觉得是贵族阶层 文人啊 包括文人啊 多斯特耶夫斯基不是贵族 阿玛特瓦也不是贵族 就是咱们回到西化的问题上来说 那他是很认真的西化过来的 将近三百年的样子 那咱们两国有一个是共同的 就是从一个农业的地质的一个国家 就是要转型 但问题是他是主动的 彼得大帝绝对是主动的 而且他有他的优势 他离西方近 然后人种上文化上 他一搭就搭上了 他农业和医疗系统是德国那边的 文艺哲学全部是法国系统的 然后一部分是英国的 这个还有很多画家终身待在意大利 所以他是欧洲的不是很近的进水楼台 那中国的西化是被动的 鸦片战争 然后又给他们少的时间太久了 然后一度又是两国又是联盟 共产国际的联盟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最难写的就是中苏关系的纠葛 而这个纠葛实际上今天还在 今天还在 但问题是我跟今天的年轻人怎么讲 今天年轻人其实仍然活在一个苏联制度下 但是他对苏联既没有感觉 也不想有感觉 当然有喜欢苏俄文学音乐的这个年轻人一定有 但绝大多数年轻人 你跟他说苏俄他不会很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莫斯科当时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国家气象大 好比说咱们说什么新加坡花园城市 我到莫斯科一看这森林城市 这个城市好家伙 他们说四分之三的面积是森林 我到托尔斯泰固居 每棵树就像产篇小说 这种规模感 没错 伸张 他那个贵族庄园 很多米高的树 对全是距离 打森林的那个贵族庄园 我的天 一点都不是那种很小巧的雅致的欧洲的感觉 但是这个民族还是不是还有一种什么呢 就是他们要干什么事情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也没什么包袱 要怎样就怎样 年轻 对 比如要西化 甚至恨不能学法语 太年轻了 对吧 但是在这个同时 对于这个负代价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他们就说 俄罗斯不从二战的时候开始 对人命的这种残酷性 那这是千万人头落地 斯大林的名言 死一个人是一个人 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 这也不光是斯大林的 包括以前的这个沙皇 这种 对 但这个我觉得有意思 就我去俄罗斯 你刚刚讲树 我就想起来 俄罗斯那种树 我在另一个国家见过 有这种树 就是美国 加州 有时候我就想 这两个冷战对手 其实是很像的 对 都是很年轻的 都是很年轻的 国土面积很大的 也很多旷野 很多森林 但怎么会 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 很奇怪 美国文学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而且美国文学 受俄罗斯文学影响非常大 很深的 很深的 他们都算地广人稀吧 对 都是地广人稀 人口也差不多 对 对面积也长 面积也长 是 面积也长